微信搜索看见 每晚给你一条趣味历史短视频 在河南省鹤壁市的金山寺内 有两口古井 几年前当地村民给井底清淤时 竟挖出了大量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 更蹊跷的是 这两口井相距不过两三步 井水却一个苦涩一个甘甜 当地甚至还有奇葩的荤素 新婚夫妇必须到井旁起伏 才能白头到老 这千年古井到底暗藏什么乾坤 奇妙甘苦泉要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关于这甘苦泉当地有个传说 相传在北宋时 白素贞和许仙在金山脚下的许家沟村 开了一间药铺为穷人免费治病 白娘子医术高超啊 方圆几百里的百姓都慕名而来 要说这真是好事一桩啊 可这么一来 金山寺的老伐海就不乐意了 自打着白娘子的药铺开张 金山寺的香火那算是直线下降啊 老伐海恼羞成怒 就把白娘子压在了雷风塔下 因为思念夫君白娘子没日没夜的哭啊 时间长了这眼泪幻化成了泉水便有了苦泉景 可是这传说到底是传说啊 让井水便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两口井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可这乾坤都藏在这地下呢 通过测量专家发现 这两口井深浅不移 干泉井比苦泉井深三米 这就说明这两口井的水源极有可能不一样 较浅的苦泉井的水源 是降水直接形成的地表水 里面还有大量的美元素和硫元素 这两种元素就是让泉水变苦的真正原因 而在干泉井中却没有这样的元素 因为它的水源是来自于地下水 这些地下水经过山体的有机质过滤 吸食掉了美元素和硫元素 使得泉水变甜 这就是干苦泉的奥秘所在 那些被挖出的黄金首饰 也和当地的荤俗密不可分 古时候当地人信奉苦泉井的井水 是白娘子的眼泪 也相信这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于是便有了向井底投黄金首饰和钱币的 祈福一事 天下水经千千万 只有这里的最神奇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无所不能的大自然 和百万年前的火山喷发 以及从不干枯的古井 给专家带来研究的机会 我们下一口请见 三年四月 几个建筑工人在扬州曹庄施工时 意外发现了两座残损的千年古墓 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 这个古墓规模很小 但是出土的碑纹上 居然刻着随故阳帝木质等字样 难道这个简陋的古墓 是随阳帝木吗